這是環境保護處開發的 人工智能環境空氣滋擾偵查機械9 具有敏銳的嗅覺 能判斷不明氣體的屬性 和追蹤氣體方向 一旦聞到不明氣體 它就會舉手示意 機械9配有電腦視覺 它很先進的空氣測量傳感器 和人工智能演算法 來推斷到污染的源頭和活動 它有一個特定指向式的進氣口 幫助它自主找到污染源頭的位置 早前環保處接到通知 元朗工業村附近的居民聞到異味 機械9就第一次出動 當日那隻機械9 其實它就把那些氣體 進去它的感應器的時候 它就分辨到一個揮發性 它就會自主告訴我 究竟是轉左還是轉右 才找到這個揮發性的氣體 我亦都可以看到指標有多高 我亦都會循著它的方向 跟著它向左和右 最後就找到那個污染源頭 環保處希望機械9 將來能夠代替調查人員 進入危險的密閉空間等場地調查 目前環保處是依賴調查人員的臭角 進行空氣滋擾的污染調查 我們設計機械9 盡快可以去查到污染源 都可以取代到調查人員 去做一些危險工作 對調查人員 他們的安全和健康 可以進一步得到一個保障 我們希望未來這個機械9 學多幾種不同的味道 包括一些後巷的油煙味 農場的味道 特別的河道的味道 或者有機會影響到市民的一些味道 可以更加方便快設 不同組別的同事 去到用到這個機械9 環保處機械9的誕生 自為政府創新實驗室功不可沒 創新實驗室舉辦人工智能 創新應用創科比賽 鼓勵政府人員 利用人工智能 提升公共服務和工作效率 環保處參加比賽獲得二獎 用於調查空氣滋擾的 機械9概念方案就得以落實 自為政府創新實驗室 在今次比賽過程中 聯同本地的創科業界 包括初創企業 為最後十強比賽方案 配對技術方案 並且進行了為期六個月的概念驗證 完成了比賽之後 其實我們就聯同了相關的部門 探討這些方案的試點應用 希望這些方案可以盡快落地使用 為市民帶來便利 提升到部門的運作效率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 希望透過比賽 加強政府部門和業界的聯繫 提升政府人員對創新科技 包括人工智能的認識和技術應用 啟發他們的創新意念 引入不同科技 優化公共服務便聞利聞